我们刚才讲到了塑造是什么呢 就是这么多的品牌 买家为什么会信赖你呢 对吧 如果你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他为什么要信赖你呢 因为我们在第一节课的时候讲了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 像95后00后的一些目标的买家 他们其实会觉得他买一样东西 或者做一个采购 他可能不仅仅只是满足功能的需求 他还希望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品牌塑造应该怎么来做 品牌塑造呢 就是让客户相信啊 我的品牌确实是与众不同的 我们在品牌定位的时候讲过 品牌定位的意思就是找到那个与众不同 那么找到以后呢 你不能自己知道 你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让客户知道 而且要让客户能够相信 品牌的传播呢 其实我们想解决的问题就是 这么多的品牌 买家为什么要选择你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在互联网上 在他看到的地方 他能够看到我们 多次看到我们以后呢 他就可以记住我们 所以这里呢 我们提到了品牌传播 就是让客户知道 并且选择我的品牌 这样的方式呢 是我们最理想化的 我们当然希望最后客户知道 而且最终选择了我的品牌 跟我来实现整个的采购 那我觉得整个品牌的传播 就是最有效的 那么怎么来选择传播的方式呢 我们这里呢 也要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 目标客户喜欢的方式 我们刚才讲到了啊 王老吉他用的方法呢 就是找了一些促销员 在这个火锅店烧烤店 去通过这种推荐的方式 在最早的时候打开了这个局面 那后面还增加了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 那么像我的老东家呢 他就打造了一只 这个中国供应商的铁军的 这种地推的模式 这个在当年 其实还是非常的有用的啊 他们走到这个工厂 走到各个地方 跟企业去宣传什么是互联网 什么是互联网的平台 那么前面我们也举到了传音的例子 传音呢 是我们中国的手机品牌 在非洲销量第一位的手机品牌 那么他在非洲呢 就是非常巧妙的 利用了刷墙的广告 什么叫刷墙的广告啊 我不知道各位这个 今天来听的这个企业还记不记得 在我们小时候 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在中国很多的这个农村 或者是城郊 你可以看到墙上 只要是空白的地方 都会刷满了广告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那个三猪口服夜和红桃K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刷墙广告 那么在非洲呢 其实他们还是比较流行这种方式 那么传音手机呢 在非洲就到处都能看到 他们在墙上刷的广告 甚至一条街上都能看到 他们竖的非常多的广告牌 他们用这种非洲人民 特别能接受的方式啊 让他们了解了传音的这个品牌 我跟你说 他的这个广告火爆到什么程度啊 因为传音的这个蓝色啊 是一种比较特别的一种蓝色 所以呢当地呢 这种蓝色的涂料 卖的都比别人要贵 因为它太畅销了 大家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传音用的方法 那么对于在座的各位啊 外贸企业 跨境企业来说 其实今天整个互联网数字啊 数字技术已经非常的发达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什么呢 整合多种的数字营销的 这种传播的方式 来实现整个品牌的传播 那什么是数字营销呢 其实我一解释啊 大家都知道了 数字营销是借助先进的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 以有效且低成本的营销方式来开拓新的市场和挖掘新的客户 我们会发现不管是什么营销啊 它最终一定是要开拓新的市场和挖掘新的客户 对吧 这个是营销的目标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再加上数字两个字呢 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它非常好的能够运用到一些先进的技术 而且最主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有效且低成本 我相信这一点我们的外贸企业一定是非常愿意的 对吧 那今天我们在互联网上我们去开展整个的这个网上的营销 我经常建议企业呢要全方位的搭建网上的窗口 今天我们觉得平台固然很重要 不管你做B2B还是B2C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今天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独立站给它建起来 我们还可以把社交媒体用起来 社交媒体当中呢 有比如说像Facebook啊 像这个Twitter这些比较传统的 也有像YouTube TikTok这些非常啊 这个最新的一些视频的这样的一些社交媒体 像我们这个CEO啊 就外贸快车的一个这个母公司 他们有推出关于TikTok的一些产品 短视频营销的产品 这些都是可以全方位的来帮助我们的外贸企业 很好的去搭建网上的窗口的 你想你在这个网上布的这个网 就像我画的这张网 你布的这个网越大 你是不是能够网到的客户 就越多呢 对吧 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 只是在某一个平台上去做文章 其实今天的整个网上的竞争 也已经非常的激烈了 那对于你来说 全方位的布局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在这三个层面上呢 其实都会涉及到数字营销啊 比如说基于第三方平台 我们也可以去做数字营销 我们可以去买一些这个站内的广告 我们做一些站内的优化 包括我们去买一些更高级的套餐 当然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那基于跨境电商的独立站 我们怎么去开展数字营销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谷歌的数字营销 来为我们的独立站进行引流 我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 像我们刚才说的TikTok啊 YouTube啊 来为我们的独立站进行引流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像软文外链 等等SEO的方式 来为我们的网站进行引流 那么第三个呢 是基于我们海外的社交媒体 我们还可以开展 基于社交媒体的数字营销 比如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去 开一个专区 去发布图文 去发一些短视频 甚至去做一些直播 和一些网红进行合作 那么这些部分啊 其实都是我们非常常见的 数字营销的方式 那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重点分享一下 后面的两大块啊 因为基于第三方平台呢 可能原来其他的老师也讲的比较多 那我们还是重点会基于独立站 和基于社交媒体 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做一些分享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基于这个跨境电商的独立站 来开展数字营销 在中国啊 我们都知道就是 大家都非常习惯通过平台进行采购 比如说最近这个国内双十一啊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那么也很多人呢 会去1688等等这些平台上进行采购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国外的情况呢 跟我们不太一样啊 国外有52%的用户 他是比较习惯于在独立站上进行采购的 所以这种习惯呢 跟中国的买家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看到整个的跨境电商啊 他正在从平台站 向独立站啊为核心的这样那种方式呢 去发展 特别是品牌上 特别是品牌上 因为独立站对于他塑造整个的自由品牌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可以看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啊 下面的这家公司 我们看到他在左边这个平台站上 我们看到他的这个页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一个页面 就是每家公司好像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其实也没有太多自己的公司的特点吧 他只是把公司的公司名啊 公司的一些数据啊 包括一个标准化的视频上传上去啊 他很标准 但是他没有什么特点 那么右边这个呢 就是他自己的独立站 我在这个独立站上 一眼就看到了他的品牌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希望大家未来勘展整个的 不管是B2B还是B2C 我们都应该把平台站和独立站 把它结合起来去使用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两者呢 其实各有自己的优缺点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平台站 平台站它的优点 非常明显就是它很标准 它是标准化的给你一个模板 让你去打造这个店铺 当然这样子呢 非常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快速入门 而且平台站呢 它本身自己是有一些流量的 那特别是一些新店 它还会给你一些流量的一些倾斜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平台站有很多的缺点啊 比如说第一个 它有很多的规则 而且这个规则呢 是经常在变化的啊 第二个平台上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基本上你的同行都在上面 买家来了以后 所有关键词 你的同行全出来了 好 它可能一家一家的进去比较 好 第三个平台一般都有交易佣金 当然B2C的会高一些 那么扣除交易佣金以后啊 其实你的利润啊 就不是那么高 第四个呢 一般情况下 除了你要购买这个平台的基础的套餐以外 我们基本上都要去购买这个站内额外的这个流量 比如说你要购买一些排名广告啊等等啊 这个费用还是不低的 那么最后一个 其实大家要思考一下 当你在平台上货卖的再多 客户认的是谁呢 他可能认的还是那个平台 就像我们参加天猫双十一啊 我在双十一的时候买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都不知道是哪家店卖的 因为我信任的是谁 我信任的是天猫嘛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平台站 它有自己的优点 当然它的缺点呢 也非常的明显 那我们来看一下独立站 独立站的缺点 当然也很明显啊 比如说很多企业都会跟我说 哎呀 它的运营这个起点 可能会比其他的要略高一些 要略高一些 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两个人 能够专门负责这个网站 做一些日常的运营 第二个呢 独立站本身是没有基础的流量 当然我们在外卖快车的产品当中 它已经帮你把SU的这个引流已经做了啊 那么单纯看独立站 它其实是没有流量的啊 那么它需要通过一些推广来进行引流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 独立站它的优点也是很多的哦 第一个 它是你自己的网站嘛 所以它可以个性化的打造 规则呢 你自己说了算 第二个 整个装修的风格啊 可以跟你的企业的风格是相匹配的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 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到你的品牌的颜色 你的品牌的风格啊 它可以凸显你的品牌特色 其实我们今天啊 在讲跨境电商的品牌出海 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啊 好的时机 就整个大环境 首先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去打造品牌的 第二个呢 我们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借着跨境电商的东风 其实我们也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基础的设施的建设 那今天呢 我们只是要啊 在我们的企业当中呢 去推行这件事情 而且持续的能够开展这件事情 通过定位塑造传播三个步骤啊 环环相扣的来逐渐的推进我们的品牌出海 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个三个步骤啊 是我自己总结的 但是我在看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定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特劳特的定位理论 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特劳特讲的这个定位理论的四个步骤啊 跟我刚才说的定位塑造传播这三个步骤 其实是异曲同工的啊 我们来给大家通过这个图来做一个总结 定位理论当中呢 提到的第一个步骤叫做分析整个外部环境 确定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啊 然后竞争对手的价值是什么 这个跟我们在上周的课程里边讲到的 我们要去啊这个调研我们的市场客户和竞争对手啊 这三个是一样的 那么第二步呢就要避开竞争对手在客户心智当中的强势 或者是利用其强势当中蕴含的弱点来建立我们品牌的优势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定位啊 这两个点跟我们上周讲的定位的课程啊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他讲到的第三步呢 叫做为这个定位去寻求多个可靠的证明 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 大家想这个跟老师刚才讲的塑造是不是一样的 塑造是什么 塑造就是要赢得客户的信赖 第四步将这个定位整合进入企业内部运营的方方面面 特别是什么传播上 然后将这个定位呢逐渐的植入客户的心智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品牌传播品牌传播 所以你看这个经过了这么多年论证的这个定位理论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刚才讲的三个步骤 也非常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在座的各位外贸企业 真正的能够去实现我们的品牌出海 那么我整个的跨境电商品牌出海的三堂课 其实讲到这里呢就结束了 也非常感谢外贸快车直播小课堂 给了我三周这么宝贵的时间来讲这个课题 也足以证明这个外贸快车对于帮助我们外贸企业去实现品牌出海 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也是我们共同希望来帮助我们的企业 最终能够实现中国的品牌成为世界品牌的 我们做自己一点点小小的贡献 那么你们也想要小心了 让我来迟到新堂课题 也爹裂了 那么我们都没有让我们跟来 然后我们下一个不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